在武器方面,苏联制造价格低廉,简单粗暴 凭借着钢铁洪流曾一度成为军事领域中不败神话 伊拉克更是仗着拥有大量的苏质尖端武器 俨然一副世界第四军事强国的嘴脸 但是钢铁洪流的不败神话终究还是破灭了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 美国以前所未有的全新战斗方式与开创时代的技术 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战争 伊拉克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而被称为神话的苏质装备 则被美国武器拉下神坛,无情碾压 那么在海湾战争中 美国打击伊拉克究竟动用了怎样的战斗方式 为何它能重新定义战争 美制武器真的比苏质装备更加强大吗 这场战争又会给我国带来哪些影响 1990年的伊拉克拥有一支阿拉伯国家中最强大的军队 总兵力包括95万正规军 48万预备役部队 装备坦克5600多辆 防空导弹系统1000多套 火炮3800余门 作战飞机770多架 此外伊拉克还声称有近900万的动员兵 要知道 伊拉克1990年的总人口才1892万 足以称得上是全民皆兵 伊拉克军队武器装备采购自东西各国 但八成都是来自苏联 一军最多的坦克就是苏质T-62与T-72 战斗机用的则是苏联先进的米格92、米格23、米格25等 还有30架苏25挖族攻击机 以及数架米24磁路武装直升机 导弹方面更是拥有大量飞毛腿B型弹导导弹 与萨姆13地空导弹等 单凭兵力和装备来说 伊拉克确实有资格自称世界第四军事强国 但是这称号却在战后沦为什么的笑柄 科威特时间1990年8月2日凌晨1点 一军出动约10万余人 300多辆坦克闪击科威特 科威特仅有7万守军瞬间消亡殆尽 美国早就猜想到伊拉克会有这样的举动 但是从来没想过会来得这么快 面对形势的突变 手忙脚乱的美军指挥官立刻启动沙漠盾牌计划 阻止伊拉克进一步侵略沙特王国 美国军事运输部门海运空运双管齐下 空运方面派出126架最大载重可达120吨的C-5战略运输机 与265架最大载重70吨的C-141大型运输机 此外还有KC-10、KC-135等空中加油机 和海军的C-9运输机也投入了战略空运工作 美国50多万参战士兵 有9成是空运过来的 其余皆为海军部队 海运力量包括73艘大型远洋滚装船 集装箱船和散货船等 对成舰制投送重装甲部队来说 更重要的是美国军事海运司令部 下辖的8艘快速海运船 快速海运船大小仅次于航空母舰 一字就能运来一个重型师的主要装备和物资 最可怕的是它的航行速度 比伯克级驱逐舰还要快 美军不仅海空运力量雄厚 同时还建有与军事海空运力量相配套的设施、设备 如冷战期间在海外建设的大量军事基地 这些基地作为中间桥梁使得装备物资 可以各地快速装机装船 送往最前沿 而海湾地区的基地则构成了 直接支援战区作战行动的前沿物资补给点 同时美国早在70年代 便安排在各大洋深处的预制船 在第一时间抵达海湾地区 为后续部队提供预先准备好的补给品 装备、桶装油料、弹药、嵌注材料等物资 一支拥有一万七千人 装备了60辆坦克的重装部队 仅用了18天 就完成了从美国本土到沙特的部署 美军的运输能力可见一斑 与美军强大的军事物流网不同的是 独裁者的鲜血来潮 使得一军缺乏战争准备 伊拉克在进攻科威特的初始阶段 就没有充分准备作战所需的装备和给养 而在后来的数个月的时间里 也忽略了物资储备的重要性 这也成为了一军后来迅速溃败的原因 显然从一开始 这就是一场十分不对称的战斗 以美国为首的反一联盟 共有41个国家组成 参战兵力近70万人 坦克3700余辆 飞机1740架 战舰247艘 航母9艘 一军首脑萨某人深知美国空军的厉害 但他参考的战力是越南战争 他觉得空战不能起决定作用 最后还是得靠地面战争决定胜负 基于伊拉克地面部队庞大的数量 坚固的攻势和庞大的一体化防空体系 萨某人觉得伊拉克可以通过消耗拖垮联军 从而迫使国际社会接受继承事实 萨某人这话也不无道理 当时伊拉克拥有整个中东地区 作为庞大完整和现代化的综合防空体系 该体系按照前苏联模式配置 包括4个地区防空作战中心 16个截击引导中心 和70个防空指挥与报告中心 可以综合控制所有的防空单位 空军基地和地空导弹阵地 防御面积覆盖伊拉克全境 伊拉克空军有近400架各式战斗机 可以投入空战 1000多部地空导弹发射价位 几乎涵盖了萨姆全系列的导弹 此外还有便携式发射装置 6788具 各种口径的高炮近1万门 以及数万艇高射机枪 就算是战斗机版的钢铁洪流来了 也没门 但是一军最隐为骄傲的防空系统 在美军的新式打法面前 几乎没能熬过一天 1991年1月17日 多国部队开启沙漠风暴第一阶段行动 准备向伊拉克发起空中突袭 在开战之前 多国部队就已经截获伊军的各种信号 并对其实施了全方面的电子干扰 使得伊军无法检测到联军的动向 行动开始的第一时间 9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在3架MH-53直升机的引导下 用地狱火反坦克导弹 摧毁了伊沙边界的 两座伊拉克早期预警雷达站 为后续的作战飞机打开通道 同时美军派出F-177隐形战机编队 和52枚海基战斧巡航导弹 深入伊拉克腹地 战机对伊军防空指挥中心 进行斩首式打击 导弹则是彻底摧毁了 伊拉克核心电力枢纽 随后出动的SEAD编队 发射了200余枚反辐射导弹 压制伊军地空导弹阵地 在美军全新的防空压制打击下 伊军整个防空体系陷入瘫痪 这场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空地对抗 几乎在一天之内 就以空中力量完胜而告终 在之后的一周中 联军对伊拉克展开了 几乎疯狂的轰炸洗礼 共出动各式飞机1.2万余架次 投弹量超过6万吨 重点光顾了伊拉克各类军用民用设施 上至各部队的指挥中心 下至某小区的保安亭 伊拉克仅剩的雷达 一旦开机就会遭到轰炸 有数据记载 行动开始当天 伊军雷达活动次数高达1700次 但从第三天之后 就没再超过150次 24号甚至就没开机 可见联军的轰炸 远远超出萨某人的预想 第一周结束之后 沙漠风暴第二阶段开始 联军将轰炸的重点 转向了科威特战区 此举目的是为了消灭 伊军藏于掩体内部的战斗机 彻底夺取制空权 伊军在战斗打响之初 每天还能出动30架战斗机 进行拦截还击 但是大概率是有去无回 于是便将飞机藏入 早先就准备好的地下掩体 静待地面部队决战 显然他的希望落空了 联军使用近1000千克的 激光制导加固钻地导弹 精准地命中掩体内部的飞机 伊拉克空军在加固掩体被击破后 更是组织战机 大规模逃往曾经的敌国伊朗 三天过后 联军宣布完全夺得制空权 沙漠风暴第三阶段正式开始 联军依然没有给伊拉克地面作战的机会 仍旧是无休止的轰炸 这次炸的是科威特地区的桥梁 和暴露行踪的装甲车辆 试图对前线伊军实施心理打压 瓦解他们的意志 美军在掌握空中优势后 其空中力量开始展示令人发指的打击能力 特别是红外夜视设备 与激光制导炸弹的配合 以前所未有的效率 去摧毁伊军的坦克和装甲车辆 按照美军方面估计 在长达38天的高强度空袭中 伊军地面部队平均每天损失一个装甲营 截止到2月24日 联军共出动飞机11.2万架次 发射巡航导弹288枚 投弹量超过20万吨 摧毁了伊军前线部队五成的力量 此时空袭行动终于可以告一段落 萨某人期待已久的地面决战要来了 当日凌晨 联军代号为沙漠军刀的地面作战行动正式开始 联军沿着沙特与科威特的边界 三个集团军兵分七路进军伊拉克 他们已经做好了迎接伊军凶猛的反扑 出乎意料的是 伊军的步兵部队反抗意志十分薄弱 往往是象征性地与联军交战一段时间后 无论谁胜谁负 愣是成群结队地掉头就跑 缴械投降的也不在少数 看起来更像是在列队欢迎联军的到来 美国人看不出伊军的阴谋 我可看得出来 他们就是想混入敌军内部 然后把联军的食物吃光 2月26日 萨某人宣布接受停火 但是由于通讯系统的瘫痪 直到两天后 战争才正式停止 地面战斗历时100个小时整 伊军在科威特战区的43个师中 有38个师被重创或歼灭 伤亡与被俘人数将近20万 联军共击毁或缴获伊军坦克3847辆 装甲输送车1450辆 各口径火炮2917门 此外还有各型号飞机324架 并占领了伊拉克南部领土2.6万平方公里 联军方面伤亡4232人 损失飞机68架 坦克35辆 舰艇两艘 其中美军阵亡148人 战斗受伤458人 损失飞机56架 除此之外 美军非战斗死亡138人 非战斗受伤2978人 我就想知道 这3000人是遇到了什么事 是因为水土不服吗 从这场战争的结果来看 以美国为首的联军 以最少的装备损耗率 和最少的人员伤亡率 拿下了巨大胜利 成功找回了之前在朝鲜 与越南战场丢掉的面子 美军拿下胜利 要归功于别开生面的战术打法 但这几乎完美的战果 更多的是装备的优势 那么美军的武器 究竟比苏制装备好在哪里呢 首先是苏联武器设计师 对战斗机信息传感能力的不重视 身为伊拉克空军主力之一的米格-29 是苏制研制的第四代战斗机 其综合性能十分出色 从总体来看 足以和美制F-15、F-16并驾齐驱 但是设计师更偏向于 增强战斗机的格斗能力 而并非雷达之类的信息装备 这也间接使得伊拉克飞行员 乃至最高指挥当局 无法正确认识最新的军事科技 从而导致伊拉克空军 未在战争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一军飞行员天真的以为 美军的雷达也无法过滤地面杂波 检测到低空飞行的战斗机 所以他们在被美军战机雷达锁定后 依然会选择低空飞行 从而摆脱锁定 殊不知 美军的F-16、F-15等战斗机 都装备了采用平板狭缝天线的 脉冲多普勒雷达 足以过滤地面杂波 伊军等来的不是解锁 而是雷达制导的AIM-7空空导弹的攻击 相比之下 美军就要幸运得多 先进的信息设备不仅保证了原计划得以顺利完成 甚至还有额外的惊喜 藏在沙中的一军坦克 因为温度被纷纷锁定 据美国国防部报告 有好几次 16枚激光制导炸弹摧毁了16辆坦克 命中率高达100% 可见美军不仅是信息设备要更加先进 各种制导武器的精准度也十分可怕 在这场战斗中 苏制飞毛腿B弹导导弹 与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对决 更能展现技术上的差距 对于90年代来说 飞毛腿导弹更应该出现在博物馆里 它作为一款老式地对地弹导导弹 轨道十分容易被预测 雷达截面较小 无法有效地提供预警 更是没有可靠的精准制导系统 所以精准率有些随缘 而爱国者防空导弹 是一种逆轨道弹导弹 具有较为强大的扛电子干扰能力 与机动过载能力 拦截飞毛腿导弹的成功率高达8成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飞毛腿导弹被爱国者吊打 但其威力仍不容小觑 在异军被漏掉的那两层导弹中 依然凭运气杀伤了近百美军 并击沉了美军两艘舰铁 接下来说一说夜市技术的差距 海湾战争之后 苏制T2主战坦克 与美制M1A1主战坦克的性能对比 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话题 2月27日 在巴士拉以南 发生了海湾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坦克大战 200多辆一军坦克拦截了美军第七军的攻势 美军第一第三装甲师 和第二装甲骑兵团的800辆坦克 纷纷加入战斗 本该成为钢铁洪流的一军 反倒让美国将了一军 看来一军的战败已成定局 但让人惊讶的是 美军坦克全歼一军坦克 但却是零伤亡 这就让人想不明白 虽然苏制T72M 在机动能力 防护能力 和火炮威力等方面 都与M1A1差那么一点点 但总不至于让人打了个春天吧 很多人猜测 美军一定是有空军的支援 其实不然 苏制T72M 还是输在了信息设备上 美军A1M1坦克装备的热成像仪 在夜间或者烟雾条件下 可以识别1500米内的目标 探测距离更是高达3000米 而苏制T72M装备的 只是第二代微光夜视仪 最大探测距离只有800米 稍微有点外界因素影响 只会更短 在战斗中 美军在大多数情况下 做到了先发现先射击 而异军坦克只能被动地 朝着炮弹来袭的方向还击 双方不仅在夜视设备上差距大 苏制T72M还缺乏完整的火控系统 激光测距仪获得数据后 还需要手动输入至火控计算机 这导致T72M根本不具备 移动中射击移动目标的能力 夜视设备和火控系统的落后 使得苏制T72M十分被动 在复杂地形上 或许情况会好一些 但在1991年的平坦中东沙漠地带 T72M就是比M1A1落后一代的坦克 战绩为零的惨败也就不足为怪了 比起战斗机 导弹 坦克这些单向装备更加重要的是 大型电子侦察机 预警机等支援飞机 使得美军建立信息化的体系优势 在海湾战争中 几乎每个联军战机 取得空战战果背后 都有E3预警机的功劳 在整个战争期间 E3总共控制了9万架次飞机的飞行 平均每天2240架次 E3预警机主要装备了 ANAPY1型S波段脉冲多普勒雷达 该雷达对战斗机的最大发现距离达400公里 当E3预警机在数千米高度巡航时 更是可以突破地球曲率的限制 对400公里以外的敌方腹地 进行全空域探测 一军的空中部队根本无处躲藏 至于一军的地面部队 美军则是使用波音707客机改装的 E8战场监视机 该机装备有APY3雷达 可以监视敌方腹地100公里的地面移动目标 或者敌方固定目标的高分辨图像 在美军空袭期间 驻科威特一军曾主动向沙特边境城镇 海极夫发动地面进攻 希望尽早将美军拖入地面战 一军在占领海极夫后 联军发动反击 一军为了保持战果 展开大规模增援 但在1月30日夜间 还在科威特内集结的 一军第三装甲师和第五机械化师主力 被E8战场联合监视机发现 美军马上对这两个师发动大规模空袭 三架B-52封炸机 一次打击便摧毁了一军80多辆武装运输车 数据显示 一军的这次损失 仅次于前面提到的那200辆坦克 海湾战争被人们定义为 信息化战争的开端 正是由于技术先进的各类传感器 使得美军干净利落地赢下了这场战争 而美军的先进传感技术的提高 依赖于集成电路等半导体原件性能的提高 二战末期 军用雷达的发展催生晶体管 西方的市场经济 使得这种新技术出现在民用产品上 而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 使得西方半导体工业 在晶体管基础上推出集成电路 为电子原件的持续升级换代 进一步催生了高速发展至今的信息产业 这些产业为美军先进军用传感器技术 垫垫了工业基础 而苏联半导体工业徘徊不前 使得苏联第三代主战装备 与西方出现了明显性能差距 但事实上 苏联半导体研究的起步并不晚 他们选择的方向却与美国不同 美国选择的是先进的晶体管技术 而苏联却选择相对于比较落后的电子管技术 因为在他们眼中 核战争的威慑更大 所以选择更适用于核武器的电子管 才是重中之重 其实我们回过头来也不难发现 苏职的各种武器都十分简单粗暴 一味地追求威力与性价比 所以在个别选择上 他们选择了输出而不是发展 巧合的是 苏职武器输掉的这一年 也是苏联解体的这一年 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 但是我们可以明白这么一个道理 在做出某些选择之前 最好要更加全面地思考一下 或许没有特长会显得你很平庸 但是影响你发展的 永远都是你的短板 其实这场战争 从大局来看并没有什么可比性 苏职装备本就属于以量取胜的产品 但是这次反倒是美军的量更大 而伊拉克输掉战争很大一部分原因 都是因为萨某人自己 对于美军来说 每一个人都可以创造出一种 不同的作战方式 而一军全由萨某人一人指挥 角色对不对先不说 但是通讯系统被打掉 整个指挥就断了 这样的军事队伍 又能被称作世界第四 在海湾战争以前 我国由于经济水平的限制 导致很多武器 只能通过引进或者仿制的方式获得 并且就当时来讲 由于作战体系的限制 使得人们并没有正确认识到 武器之间的悬殊代差 因此有不少国家 都还抱有用战术弥补装备的想法 我国也未出其外 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 攒设备 跟苏联的钢铁洪流似的 靠着数量战术跟热血硬拼 得亏这一仗是美国跟伊拉克打的 要是换成咱们 又是一波大出血 完全可以说 如果不是海湾战争 我国可能还要走更多的弯路 才能到达今天的成就 我国现在有绝对的实力 在现代化战争中游刃有余 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们得感谢伊拉克 使他们用巨额的人力物力 给我国上了最重要的一课 我国上了最重要的一课